跟妳結婚的是誰 一個長相很普通 又很神經質的人 我會拒絕妳的求婚 是因為我相信妳 我相信妳會為了我 再等一點點的時間 我本來都已經想好了 只要戲一殺青 我們就定婚 如果你還願意跟我在一起 我現在就去宣布 退出演藝圈 我不拍電影了 只要是為了妳 我做什麼都可以 不必了 傑修 我拜託妳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只要是為了妳 我可以退出 我可以放棄 我可以什麼都不要 對不起 是我太衝動了 我現在要做的 就是相信妳 先等妳把電影拍完 我不會讓妳 為我做這樣的犧牲 可是我拍片期間 不能跟任何人傳出緋聞 如果你跟她離婚 記得查出來 他們一定還會再炒作 我們的事情 那現在要怎麼辦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不要離婚 什麼 只要妳跟她 先站實做一個假呼吸 等這件事情平行 然後細殺青之後 我們就可以各自回到原點 這個婚姻是從錯誤開始的 至少我們可以 以一個有用的方式讓它結束 妳覺得呢 妳確定要這樣子 手機給我 這是我不曾結束的證據 等電影殺青 我會盡我一切努力 達到妳的期望 我用我對妳的信任 來換取妳三個月等待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我相信妳 謝謝 那個女的叫林曉如 就是上次在飯店房 結婚那個女孩子 是她 我見她的實在太多了 她應該能不瞭解吧 那我先去影看媒體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算大家九點了 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算明一下 關於那張在飯店被偷拍的照片 是宋先生想要跟女朋友求婚 請我去看案件 只給他一點意見 是嗎 那妳跟宋傑修是什麼關係 妳又給了他什麼樣的好意見 我跟宋先生是普通朋友關係 等一下要試戲是第七場求婚的戲 你覺得我剛剛感動妳的像不像 想 想到我 我都差點以為是真的 我用我對你的信任 來換取你三個月等待 可以嗎 我跟宋先生是普通朋友關係 他老婆在飯店工作我也認識 他那天好緊張喔 所以我跟他說 戒指只是一個象徵 重要的是您想要共度一生的決心 所以知道他結婚的消息 很替他開心也很恭喜他 同時也為自己為他們帶的困擾感到抱歉 抱歉